当生命所依赖的家被摧毁了 部落族人们该何去何从 对一个好茶部落的年轻人巴扎格而言 回家或许只能靠做梦才回得去 所以他用话用歌声将心中最美好的好茶部落 永远封存 本周部落的心跳带你聆听来自好茶部落最真实的感动 每周日晚上9点到10点 你一起感受部落的心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